照床当中 我有提到3月27日那一天 无论是雷虎的资金 或是我们新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这一波43% 我带他稳赚入带 他也买了他人生第一台的哈雷机车 这是他的一个对账单 95进场 136出场 20张的部位 获利了82万 这是实际的故事 欢迎收看趋势最前线 我是李思锦 马上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股市长盛军 永城国际投股林建宏分析师 事情好 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 请教老师 看到台积电法说会前这个杂音很多 所以台股间万六关前震荡 在电子全职股 联发科跟大力光都遭到外资降品之下 可以看到电子股今天是成了空方的狙击重心 早派OTC 表现相对强劲 那原本尝试的这个节能跟观光族群 也因为涨多之后 有出现调节的卖压压抑大盘走势 台股今天呢 中场是下跌94点 收在15869点 不过老师持续在追踪的车用族群 像是飞鸿跟玉龙 在今天仍然是逆势突围 再创波段新高 那后市要如何操作跟观察呢 好的 刚才事情有提到一个重点 今天整体的一个 大盘呈现一个开平盘附近 然后平低盘震荡压低的一个态势 最终跌得快100点之多 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盘式的一个规划 我相信持续锁定 JAMS节目的观众朋友 建宏的观众朋友应该不会觉得意外 因为我一再强调从4月6号 清明年假回来我会说台股这一波在万六之前 就是静观情缺 因为势必 我说走了九个半月的一个创高的一个多头之后 在这边要酝酿下一波的涨势之前 一定会在那边进行震荡洗盘 然后伴随着 大家现在市场上关注的 无论是台积电之后 这几天之后的一个法说的一个看法 相关的联发科等等 招到外资的一个降频 你只要有一个简单的逻辑方向 如果整体的一个台股形态 它还是呈现一个多头多的一个格局的格式当中 你要酝酿下一波之前 势必市场上有很多风吹草动 外资的看法 相关的降频 我觉得都是过程当中的一个插曲 因为见多了也见怪不怪 是不是这么说 那这样子一个态势 伴随着盘式的压回 他们才会有买点 包含会员投资人也才会有买点 那所以今天的这一根黑黑压回 让人滚到2541的 40亿的一个状况之下 会不会又是一个 在下一波发动前的一个换手量 因为我一直讲到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 你在市场上操作 你买卖股票 一买一卖一成交 今天那么多人要卖 大家都在停刊厅 都要等台积电 相关的外资的评论 大家看了可能有所保留 对不对 那在今天的盘式当中 开地震荡走地的过程当中 滚了2540亿 那卖的人 卖掉的筹码谁接走了 那接走的人 他想的是什么 会不会就是晕亮下一波 涨势前的一个换手 在这边做一个低档布局 或是横向盘整布局的一个动作 很有可能的嘛 所以这后续我们值得持续观察 持续观察 那各股方面呢 我说今年啊 无非啊 无非是什么 我说无非 除人重电 电动车 还有相关军工 甚至后续的AI等等 都是今年 法人也好 包括建宏看好的一个相关族群个股 那族群当中 大方向对了 我再强调 次族群啊 也是个股是一棒接一棒 因为一个成型的东西 毕竟是有所有的领主建所 组成的 所以当这个趋势是对的当下 相关受惠的个股 他一定会连媚接棒演出 不可能就是一直45度角 一直涨上去 是这么说 就像今天盘中 大家一定看到说 哇 老师你最近在讲的雷虎 很强啊 对不对 我们是第二波超速 什么时候 最近这几天一再的分享 而且在当天 什么时候 上礼拜四 4月13 雷虎从处置股出关 我说 越轻越大胃的当下 我说一点过后 是不是一个最佳的一个 买盘的一个 买进第二波的一个点位 因为你知道说 这个趋势 是正成长的 我一再强调 这个长度的趋势 今年的国防预算 高达5836亿 它不会在短期之间 完全反映完 因为它是慢慢体裂 慢慢体裂的一个过程 会陆续反映在 每个月的一个营收 跟后续的获利状况之上 那雷虎呢 今天 我只要问大家一件事情 你来看看 这个确实是我们今天的操作 今天9点7分的时候 高点来到85.2 这是当天 今天的一个分时走势 这无法造假的 这个点位 我问大家 开盘9点07分 见高 对不对 当下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最高 因为9点07分 刚开盘而已 但我问大家 是不是本波短线上 最佳的卖点 那我们来看看 到收盘为止 盘中也是一样 是不是没有错 黄色箭头部分 9点07分 85.2 没有错 你看 雷虎是不是开高之后 在这边 无论是短线的筹码 无论是底部包上来的 在这边 因为盘式的关系 呈现一个开高 压低翻黑的动作 最终下跌快7% 跌了5.5块 来到了73.5 那是验证了 James刚刚一开始说的 我们在9点07分的一个动作 85.2 第二波的雷虎 我们短线上 三天做一个获利了结 三天不多 31% 这也是我沿路公开验证的 每天讲 从上礼拜四 我说是不是最佳买点 一点过后 在出关之前 上礼拜五涨停 昨天涨停 今天 我说开高 我说骗不了人 开高这个点位 当下我问我自己 然后我验证给大家看 是不是最佳本坡 短线上最佳的卖点 你看 这样子压低 一来一回 我说三个交易率 31% 避开了这一段 是避开了这一段 整体的一个开矿 而且在这个 所谓相关会员的 一抗讯带出 9.07分之后 一样 我说你要好好运用 我Lite的平台 这免费的一个相关的 一个粉丝团的一个分享 我立即在那边做一个update 我说我三个交易率 第二波雷虎 获利31% 短线上 我说涨幅乖离过大 过多 没跟上的 想买的 短线上物追高 我在那边第一时间提醒大家 提醒大家 所以我说为什么你要好好运用 这个Lite的平台 加入我的Lite粉丝团的成员 因为我说无时无刻 甚至是Just in Time的 可能我带完会员 刚做完的动作 隔几分钟之后 我会在那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群组民意的粉丝 虽然你没有 跟着我的会员 跟着我一起买在相对的一个低点 然后今天真的蛮幸运的 卖到一个今天的一个绝高点位 我也是想象不到 但是我觉得 这个就是我规划中的事情 今天就是有步骤有规划的 所以我本来就打算在今天开高 连涨第三天的同时 进行一个获利了解 那相关里面的粉丝团 至少你避开了去追高的一个风险 对不对 开高 快拉拉涨停 往下打 收盘跌了7% 一来一往 正负差15% 是不是如果你是我会员群组里面的成员的话 这15%你是可以避开他 不是吗 没有错嘛 OK 雷虎 军工啦 相关啦 荣德造船也好 相关保一汉祥都一样 我在那边强调这就是一个仓多题材 我说预算也好 台美的合作也好等等 我说是陆续反应 而我们在第一波的时候 当市场上对军工还半信半疑 不知道什么是一个最佳买卖点的时候 是不是在2月13号 我说44.58 那天也是留一个黑K 开低之后 但是买盘进场 包括James建宏的会员也是一样 呈现一个黑K留下引线 从那天开始 一路到3月27 钱拨高点嘛 对不对 那天工长停 649 钱高 没有错嘛 对不对 在那边陆续验证 沿路分享 我说我没有卖在最漂亮的地方 但是我第一波确实卖在63块 这波上还扎实实的 就是41.3% 对不对 那你看 这明细相关的 这也看过恩便了 跟大家分享 这确实是我的会员 提供给我的一个对账单 操作的一个过程 41.3% 对不对 10张 18.42万 在这个地方 那后续呢 刚才有提到了 我说4月13 雷虎 在出关前 我问大家啦 如果这是长多的一个态势 如同我所分享 我说陆续反应 股价涨多了 会修正 这是必然 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 这是一个趋势 你知道一场 个股会从A点 你买进的点位 涨到B点 这过程 我说你绝对不要觉得 它一定可以走45度角 我来说没可能的事情 但是过程当中 它是盘间震荡 创一个波段高之后 压回整理之后再创高 走一个据齿创的一个形态 最终能够到B点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的满足点 那过程当中呢 只要一档股票是看好的 压回是不是又是再一次操作的买点 不是吗 一条鱼啊 吃鱼肉没有错啊 但是好吃的话 你来回蹭它 够不够 足足有余啊 足足有余 4月13 一点过后 对不对 那上礼拜五是不是 我说现买现赚 一根涨停 这大家都看过了 对不对 在那边公开验证 昨天礼拜一第二根涨停 对不对 到今天呢 你看昨天 到今天 是不是 852 9点7分 有规划的操作 三天三个交易日 就是31% 前面第一波 大波段 大波段一个半月 41.3% 光智昂雷虎 三一 三天第二波 第一波11.3 超过七成的获利 这不就是操作吗 这不就是 投资人想要的吗 这场个股 跟相关衍生的个股 是建宏 今天在这个平台 才第一次跟大家说的吗 我相信 一直锁定我节目 近期我上这个平台 天天看我节目的 投资朋友 观众朋友 是不是我最佳的 背书见证人 没有错嘛 就是这样子 也包含什么 荣德造船 是不是 第一波雷虎是327 六三获利了结 我说资金有效在运用 进去之后 一样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交易日 到4月7号 136.5的收盘价格 鱼 吃鱼生最肥美的 老话一句 我不打算吃的精光 那我说今天雷虎 卖在相对高点 我觉得这是运气 但是你有方法 有规划 你就有可能 真的近乎 买在最低 卖在最高 但是这也是可遇不可求 但是你看 那后续的 不论是雷虎第一波第二波 隆德造船的 资金再运用 3月27第一波 雷虎 获利出场之后的一个进场点 到4月7号 136.5 43% 43% 我们也是稳赚入带 我们是不是也是稳赚入带 在那边沿路验证 那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精准的一个操作 我一直在强调 我来这个股票市场 我是相关创投体系出身的 我接触过很多大的客户 甚至有些可能不太方便讲 如果你真的要了解更多的话 事实上你可以打电话来 跟我好好聊一下 那我本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说今天不论你赚多赚少 大家想要来这个资本市场 创造第二个财富 每一个人的钱都是辛苦钱 这是我的初衷 也是我的认定的一个方向 所以只要你有我的指令 我刚才说了 方向对了市族群 个股是一档接一档 我要的是鱼身 我不要鱼头鱼尾 如果鱼身能够吃得够齐 那一条鱼 它再生过程会震荡 我说A到B过程会震荡 肉再长出来了 我再吃趟一趟 so hot又如何 最主要是能够赚钱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 你只要有我的指令 在这边买卖点 有我来帮你安排 买进多少 卖出多少 我相信你可以 持有档股票 操作有档股票 你是安心的 到后来呢 像今天 相关的雷虎 开高之后 这个点位 我们非常的lucky 卖在一个 相对短线波段的一个高点 那一波上来 我是三个交易日 三个交易日31% 卖掉了你开不开心 讲一个粗俗的你爽不爽 爽得不得了是不是 100万就是31万 这就是我一个初衷 带会员买的安心 由我的指令进出 获利出场的时候 就是一个波段 不论是大波 或是短线 就是开开心心的收割 这样子我相信 才是所有投资朋友 来到这个股票市场 最想要的 而不是每天那边 设飞标 追强势股 每天那边数圈圈 好赌是吧 那是你的钱 那是你的钱 去追高 赌什么 明天会不会再继续涨 我相信今天盘中很多股票 对不对 很多分析师 或者说很多带你去操作的人 带你去追加高点的 今天盘上一阵一洗 是不是很多股票 又追到一个高点 开高走低 跟雷虎一样 是不是买卖点格外的重要 有些事情的话 在这边沿路的验证 沿路的公开验证 很多东西都是有 出师马迹 都是可以寻找方向 而且有些事情的话 在那边 苦口薄先跟大家分享 验证给大家看 一些操作上的观念 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大家冷静的时候 我说平常没事的时候 你好好去思考一下 很多事情 我说股票操作 就跟我们生活周遭一样 它就是一个变相的 变相什么 它变相的一个所谓的心理学 很多都是这样子 如果你真的要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加入我的Lite 或者直接来找我 我觉得我会抽出时间 来跟你好好聊聊 甚至帮你的资产 做一个规划 锁定所谓 后续要怎么去赚 对不对 因为我说股票市场当中 获利的最主要的三大关键 无非是股票准 大方向对了 对不对 不论电动车 不论军工 除人重电 先前的中心电划程 对不对 到后续的AI 方向对了 重要什么 赤足群 不是吗 雷虎我们都坐两趟了 第一趟获利的 要转进农德造船 是不是同一挂的 国际国造 国建国造 那你掌握住标的之后 我讲的有点气愤 有点甘不好意思 那是不是买卖点的进出 格外重要啊 对不对 当你今天 哇 可能先前我跟大家分享的 没有跟我一起买在地点 尤其是第二波的一个雷虎 对不对 我说上礼拜是 出关前一点之后 你知道他还会再涨 趋势是对的 你应该就要去卡位了 上礼拜五涨停 你看说 哇 怎么那么强 你等再看 你觉得礼拜一有在 有在一个绝佳的买点 但是殊不知 对不对 买点只有40分钟 你敢追的 或许后续到今天 少说还有个10%的空间 不敢追的 马上9点40 礼拜一的时候 昨天 雷虎是不是给你锁第二根涨停 到今天呢 开号之后再去追的 是不是又淘汰一个高点 但是我们不一样 我说有规划 有计划的一个操作 今天9点07分 我说那个高点 我试问我自己 852是不是一个绝佳的卖点 短线上的一个绝佳卖点 OK啊 是不是又是预告在前 验证在后 预告在前验证在后 三个交易日 第二波就是一个31% 这就是一个操作的一个理念 我这边 希望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OK 好 那既然我们拉回来 军工 我说所谓的一个预算 创近年来的一个薰高也好 那我说现在的地缘政治等等 全国要加 全世界全球强权 都陆续加强自己的预算 提升国防 那这是一个长多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在那边 公开操作的 两趟的雷虎也好 甚至过程当中的七天 我们去操作荣德造船 也不错 43% 那这个体制是对的 我说一档接一档 继雷虎跟荣德之后 那尤其是今天 雷虎第二趟的做一个 短线三个交易日的一个获利了结 资金 要再一次的锁定什么样 军工概念的个股 我来举一个例子 我这个礼拜天的时候 跟我的家人 去吃铁板烧 我很喜欢吃牛肉 那牛肉我不喜欢加任何的寿司 什么黑胡椒蘑菇 我都不喜欢 我喜欢什么 我喜欢沾盐巴 海盐 盐盐玫瑰盐 Anyway 反正什么盐 都无所谓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可以 最能吃出好的肉质 跟最原始味道的一个吃法 那也很多 因为台湾美食的一个国家 所有的小吃这么好吃 不论是甜的咸的 饮料也好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尤其所有的一个婆婆妈妈 会煮菜的朋友 女士朋友们 盐跟糖 是不是食物当中最不可缺的 所以我称之它为味觉之母 合理吧 同意吧 那现在雷虎 第二趟获利了结 资金再一次的锁定 军工相关的个股 我把这两个股 称之为军工航太不可缺 就如同饮食当中的盐巴跟糖一样 这两个股 极其非常的低 而且经过修正 在这个地方 这个题材是对的 法人会不会趁他整理 连同盘氏压回的同时 再做他个第二波 这两个股 如果要跟上的 可以跟我联络 务必把握 务必把握 好 掌握更多的这个标股资讯呢 别忘了加入LINE群组小老鼠这间1788 我们先稍微收集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趋势最前线 那么刚刚老师有提到说 在这个军工的题材的掌握 其实呢 党党的标股 我们都有一一验证过了 但是呢 老师昨天也有提到 其实在这之前就有提到说 在这个车用族群 御龙也是 而且昨天还特别讲到说 这个第三波的起涨 第三波的这个涨势 是不是马上开始 今天也是逆势突围 老师又怎么看 他的后续表现 OK 刚才事情讲到一个重点 不只是军工 我说市场上 市场上 有哪一个分析师 比建宏率先在市场上 分享说 电动车大使在这一块 相关的言论 从去年10月中旬 那我说第一棒的御龙 我们先前超过 操作过两波的一个御龙 在4月13号当天 我是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我说注意哦 这边会不会是 御龙第三波的一个掌势 为什么 我说当天 所有短中长期的均线 纠结在一起 如同麻花卷一样 而且是带亮的 这就是预告 量先价型 第三波的一个股价 开始拉升 那你看 从上礼拜五到昨天 包含今天的御龙 你来看看 是不是 涨了快半根停板 4.77% 涨了3.9块 8.57 8.57这个价位 感觉又是一个 崭新的价位 对不对 没有错啊 因为如同我规划了 第三波的御龙 今天股价 是不是再创 整体的一个波段新高 你看 当初 前两趟 去年 10月中旬 这个大家都已经跟他们分享好几次 第一波从11月11到11月26 35% 逢高 我说避雷争 避开 压低 逢会压低找买点 1月13风关前 再拉一波 前两波 35 28 我说在御龙上面 我们已经扎实实了 扎实实了 63%的一个获利 到上周 上周四的时候 我刚才讲的 是不是 我说大家注意啊 大家注意啊 为什么 因为2月2号建高 849 创了33年股价新高之后 是不是在那边震荡整理 同步呈现一个亮缩的一个态势 在那边整理快两个月的时间 但是4月13号上礼拜四 节目大概可以调回来看 非常的明确 那一天 红K带量 近期的大量 对不对 我在那边说 御龙第三波的涨势 是不是即将开始 大家应该很有印象嘛 新鲜的上礼拜的事情啊 前面做了两波 这当然是第三波 不是吗 那你看 后续呢 礼拜五上涨 到昨天连续两天大涨 是不是 两根红K 纠结的地方 4月13 我说均线纠结 在那边是 如同我规划的 呈现一个连续放量的一个态势 到今天呢 是不是 再涨 4.77% 收85.7 今天的day high是858 差零年一块 几乎是收在高点 那重点 我说这个又是崭新的一个价格 857 为什么 大家记不记得 昨天的 最新鲜的 我昨天在分享御龙的时候 我说御龙这个第三波的启动 我的规划是 初步现在增幅3月1号 这个83.5的高点 再来后续就是来挑战 2月2号84.9 先前33年来的新高 而且我说这个84.9的位置 一定会过 势必会过 那今天这样子一涨 857 直接越过849 先前33年的一个高点 来的比我预期来的快 但是是再次预告再前 验证再后 没有错 天天在那边验证 然后率先的讲 你说先知宣节也好 你说预告再先也好 但是结果都是对的 没有错 在这边再次的跟大家分享 这个趋势是没有错的 OK 那刚才在录影之前 有跟施錦 施錦有问我说 就是 对这个操作 这个军工股的故事 老师刚才有提到说 最近有带一位医生的会员 操作龙德造船 对 是这样子 因为这医生 简单讲的时间不够 他65岁退休了 然后还是观察我一阵子 然后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 加入我的会员 他加入我会员的动机事实上 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但是我也是觉得是蛮正面的 他因为退休之后 在过程当中他喜欢骑重机 他是一个重机爱好者 可是他没有任何一台哈雷或是BMW 甚至Suzuki跟相关的哈雷机车或是重机 所以他一直跟朋友就是做一个借的动作 但是很喜欢就是全台到处这样子玩 但是这个动作也影响了他的整体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他的家人觉得说很危险 因为毕竟骑重重机是皮包铁 肉包铁是很危险的 所以一再的反对说他去买这个重机 哪怕他有这样的动机 所以他后来决定跟家人做了一个协议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的话 好 你不让我用我们所谓的一个所谓的公积金 那我用我的私房钱 然后我来跟James跟建雄老师一起来操作 如果赚到钱的话 你就没有理由来阻止我买重机 那确实在这一波融合造成当中 我有提到3月27那一天 无论是雷虎的资金 或是我们新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这一波43% 我带他稳赚入带 他也买了他人生第一台的哈雷机车 这是他的一个对账单 95进场136出场 20张的部位 获利了82万 这是实际的故事 那如果相关的 我刚才有提到 操作的一个相关的 军工航太不可缺的个股 如果要跟我一起来的 请务必把握机会 好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